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那么本期视频咱们依旧是带来通行证的新车白金 那这场比赛的话依旧是有龙粪车 而且这张地图比较的大啊 跑两圈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地图最后的这个箱子啊 什么什么收录啊 什么我都没研究过 完全是凭运气了 开局的话咱们这个启动加速没加过别人啊 这里吃到氮气 因为的话不想花时间去研究啊 我有空去研究一下 它最后箱子落的话其实是有规律的 包括他这个最后这个列车开来开去 这的话咱们这个小海豹防御了这个普通香蕉皮啊 大家如果看我直播啊 就昨天晚上我直播这个香蕉皮上面翻车翻了好多次啊 所以说我觉得带小海豹不错啊 而且正好是这个通行证的新宠物嘛 这的话被水炸弹给水到了啊 这个它是60%的概率防御水炸弹的这个小海豹啊 它防御的东西比较多啊 地雷也可以防御 那这里的话吃到一个普通导弹 看一下这条复位啊 咱们被白云遮挡了视野 这里的话咱们拿到了核心道具 吐息自爆水炸弹 咱们准备直接自爆 看一下 只拿到一个隐身弹气 只中了一个人啊 当然了 其实这个吐息自爆水炸弹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护盾也可以啊 它也可以当作一种护盾 这里的话龙车直接把我撞了一下 没有办法 啊 准确来说是我自己弹上去的啊 好 这的话有个普通导弹 咱们射一下 看一下前面的话呢 咱们就往前冲了啊 这里的话来不及了啊 那只能复位 蚊子去攻击前面 然后弹气往前冲 看一下 现在感觉第一名好像领先的比较的多 这里刹车按一下躲一下这个天火 目前的话呢 我是第二 这里吃到一个普通导弹 咱们把导弹举起来 咱们瞄第一名啊 肯定要的第一名 因为第一名领先的太多了 不能让他领先 再多啊 这里的话蚊子 咱们继续去攻击第一名 看一下 这里的话一个金蚊子啊 那么直接咱们是金化了 这个龙车还非常的恶心 还真的我们过来搞我一下 啊 目前的话 成老师处在第四 弹气的话往前冲 看一下 这个第一名依旧是领先的比较多啊 看一下能不能把它搞下来 啊 这里的话 咱们走这里应该是最近的啊 咱不吃道具 无所谓 看一下 这里的话吃到一个护盾 哎呦我的天呐 被路上搞了一下 好 目前依旧是处在第四啊 这个第一名依旧感觉领先还是比较多啊 咱们 哎 现在好像差距已经拉近了 看一下这个水下单人一下 前面总算吃到又是吃到核心道具啊 这个核心道具很关键 咱们留到最后有这里的大魔王 哎呀 这个车的话 既然大魔王没有守住啊 这的话咱们就放着吐息自暴 干了一下 后面看一下 非常不错 这个闪电的话又守住 但没关系 咱们手里有个隐身大体往前冲 这一波运气也非常不错 nice啊 闪电再守住啊 可以啊 最后一波 这个吐息自暴 水炸弹很关键啊 这个车的核心道具就吐息自暴 这个吐息自暴你要用的好 当然你有运气成分了 对不对 你尽量不要把这个吐息自暴当成护盾来用啊 有点可惜啊 全场第一啊 mvp的话估计大概率又是这个海德拉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各位拜拜